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一个八字 丁丑任淫 己丑 怡丑 这个提问者他是说这个八字 因为他地支有三个库 他地支有三个库 所以来讲 命中注定会老板命 然后 这个是他前世修来的福气 必定会大富大贵 各位这就是一般人 常有的一个想法 可是实际上你要了解 就是说 臣虚丑魏为嗜库 而这个嗜库当中 其实是不是真的有效 我只能说 他这一个人是一个初学者而已 他就是一个初学者 他刚开始信誓旦旦说 这一个人是一定很好 结果他到最后还是说 这个人就是个鲁蛇而已 要什么没什么 经过一年以后 他开始也在动摇 也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这样 很多人都是这样在学八字的 来讲说真的 他的财库 因为他是己土 他的财库是水库 水库是城库 并不是丑库 这个丑库是似有丑为金库 金库来讲的话 金库是他的一个什么 土圣经就十三库而已 这个是传统学里面库的一个定义 但是我们五行派不是看那个 我们要看说有库就一定有财 当然不一定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他整体的一个状况去看 我们先看一下他天干了 就是一个丁润一合 以木克己土 他就是一个标准日主受克 地支 以木克丑土 我们再看 首先日主受克的人 我们必须要让他先脱困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他的一个八字的一个大运排列 我们可以发现到 他的一个八字的大运非常非常好 以庚和 以木克己土 以木克卫土 以木生丁火生己土 以木生丁火生己土 也就是说 他从15岁开始起这个大运以后 他基本上都是日主脱困 所以他的本身的运不错 他本身运不错的时候就表示说 第一个 他的官运不会太差了 第二个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财运 结果我们会发现 子丑和尹亥和 两个地支种财运 基本上都没有效 他只能靠天干 天干的话 他的又碰不到 天干他又没有碰到 所以 他只能够靠天干的雾 所谓的刃跟魁这两个流年来帮他 因为他地支不管怎么走都没有用 我们知道天干又是走流年 基本上他只要一旦没有把握好的话 基本上就是反而很差 所以像这一种的 我们不会说他的一个财运很好 我们反而会建议说他好好的在工作职场上去打拼 对他是最有利的 所以并不是有酷就会怎么样 其实在五行派里面这些成虚丑味并没有任何的意义 他只不过就是一个土而已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这一个人来讲 财运上并不是他的强项 而是官运上才是他的一个强项 所以他好好的在工作职场上发光发热 谁说在工作职场上发光发热 不会财富自由 也一样可以 要财富自由并不一定是经商 而是要走出对自己八字最有利的那一步 所以各位这个人刚开始批的信誓旦旦 这个一定当老板 大富大贵 结果过了一年以后 他开始反悔 为什么 因为现实中这个人就是一个 乳蛇而已 并没有像他所批的 以为有酷就怎么样 都没有 所以各位 别把成虚丑味嗜库当财库 因为 效力很低很低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